好 接着我们看第四个部分 我们有加减 integrate 的时候就直接一个一个这样加减而已啦 integrate 啦 所以这一个呢 它会变成 x² 和 2x³ 和 3 加 10 然后 x±1 和 1 加 1 加 2x±2 加 1 和 2 加 1 加 10 然后 这一个 它会变成 3x²-5x±2 dx OK 有一些学生他们会这样写 这样写严格来讲是错误的 为什么它是错误的呢 因为它没有整个东西挂幅 所以你看 标准的情况之下 它的这一个integration的符号跟dx时间 一定要放那个挂幅的符号 如果它中间只有一个的话我们就没有放了 中间有两三个的话我们都会放一个挂幅在这边 所以你重新写过的时候呢你记得那个挂幅 所以这个它就会变成3x±3 记得挂幅起来 dx 然后它就会变成7x±1-1-1-3x±3 这一个它其实是7x±2-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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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好 减2加1除减2加1 减3加1 然后减3加1加C 减2乏X加 减2乏X2加C 这一根 OK 来 在这边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在Defensation我们有Product rules跟Quotient rules这样的东西 Integration没有 所以Integration这一种类型的题目的时候 你遇到这样的题目 你必须跟它拆成两端 OK 然后我想讲一样东西就是说 Defensation其实是很强大的 我所知道的所有Function都能够找它的Defensation 可是我要找Integration的话呢 它又要很多很多不同的技巧 而且有一些是找不到Integration OK 所以在这一边它这一个其实是2分3 加1分3 X2除1分2它是3分2Dx OK 所以我的X2除Gurrent X 会是等于X2除1分2 X3分2 然后在这一边它会变成2分3X 加1分3X 5分2除5分2加1 1分3分2加1 1分3分2加1 1分3分2加1加1 1分3分2加1加7 所以它会变成2分3X 加2分5 加2分5 x power5的Squad root加7 好 so这一个同样的 我们是没有product root的存在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expand出来 所以它会变成Integrate of X加2X2-1 然后-2X整个东西Dx OK 记得整个东西要跟它挂幅起来哈 好 所以它这一个是Integrate of 2X2-X-1 Dx 好 所以它在这一边 它就会变成了2X POWER3除3-X2 2-X加7 OK 这一个是2加1除2加1-X1加1除1加1 2加1-X2加1 好 2加1-X2加2-X2加3-X2加1aken